每日亲近神 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 昼夜四下 这人便为有福 但愿今天你能够从神的话语里面 亲近祂得着亮观 猎王记下第十天 猎王记下八章一至二十九节 以丽莎与三王 以丽莎曾对所救活之子的那妇人说 你和你的全家要起身往你可住的地方去住 因为耶和华命饥荒降在这第七年 妇人就起身照神人的话 带着全家往非力士地去 住了七年 七年完了 那妇人从非力士地回来 就出去为自己的房屋填地哀告王 那时王正与神人的仆人基哈西说 请你将以丽莎所行的一切大事告诉我 基哈西告诉王 以丽莎如何使死人复活 恰巧以丽莎所救活 他儿子的那妇人为自己的房屋填地来哀告王 基哈西说 我主我王 这就是那妇人 这是她的儿子 就是以丽莎所救活的 王问那妇人 她就把那事告诉王 于是王为她派一个太监说 凡属这妇人的都还给她 自从她离开本地直到今日 她田地的出产也都还给她 以丽莎来到大马士革 亚兰王变哈达症患病 有人告诉王说 神人来到这里了 王就吩咐哈薛说 你带着礼物去见神人 托他求问耶和华 我这病能好不能好 于是哈薛用四十个骆驼 托着大马士革的各样美物为礼物 去见以丽莎 到了他那里站在他面前说 你儿子亚兰王变哈达 打发我来见你 他问说 我这病能好不能好 以丽莎对哈薛说 你回去告诉他说 这病必能好 但耶和华指示我 他必要死 神人定睛看着哈薛 甚至他惭愧 神人就哭了 哈薛说 我主为什么哭 回答说 因为我知道 你必苦害以色列人 用火焚烧他们的宝藏 用刀杀死他们的壮丁 摔死他们的婴孩 剖开他们的孕妇 哈薛说 你仆人算什么 不过是一条狗 也能行这大事呢 以丽莎回答说 耶和华指示我 你必做亚兰王 哈薛离开 以丽莎回去 见他的主人 主人问他说 以丽莎对你说什么 回答说 他告诉我 你必能好 次日 哈薛拿被窝 浸在水中 蒙住王的脸 王就死了 于是哈薛 窜了他的胃 以色列王 雅哈的儿子 约兰第五年 犹大王 约沙法 还在位的时候 约沙法的儿子 约兰登基 做了犹大王 约兰登基的时候 年三十二岁 在耶路撒冷 做王八年 他行 以色列诸王所行的 与亚哈家一样 因为他娶了 亚哈的女儿为妻 行耶和华眼中 看为恶的事 耶和华却因他 仆人大魏的缘故 仍不肯灭绝尤大 照他所应许大魏的话 永远似灯光 与他的子孙 约兰年间 以东人背叛尤大 脱离他的权下 自己立王 约兰率领 所有的战车 往撒义去 夜间起来 攻打 围困他的 以东人和车兵长 犹大兵就逃跑 各回各家去了 这样 以东人背叛犹大 脱离他的权下 直到今日 那时 利拿人也背叛了 约兰其余的事 凡他所行的 都写在 犹大列王记上 约兰与他列祖同睡 葬在大魏城 他列祖的坟地里 他儿子亚哈 接续他做王 以色列王 亚哈的儿子 约兰十二年 犹大王 约兰的儿子 亚哈谢登基 他登基的时候 年二十二岁 在耶路撒冷 做王一年 他母亲 名叫亚他利亚 是以色列王 案例的孙女 亚哈谢 效法亚哈家 行耶和华 眼中看为恶的事 与亚哈家一样 因为他是 亚哈家的女婿 他与亚哈的儿子 约兰 同往激烈的拉末去 与亚兰王 哈薛争战 亚兰人打伤了约兰 约兰王回到耶色列 医治在拉末 与亚兰王 哈薛打仗的时候 所受的伤 犹大王 约兰的儿子亚哈谢 因为亚哈的儿子 亚兰病了 就吓到耶色列 看望他 本段经文 包括了四个段落 前两个段落 有点像是 以丽莎生平的副片 后两个段落 是犹大王 约兰和亚哈谢的 简述 第一段叙事 提到书念妇人 为自己的不动产 向宫廷上告的时候 正好遇见 基哈西在向 以色列王 述说以丽莎 所行的神迹 表示 以丽莎的身份地位 在王室 都有相当的分量 第二段叙事 讲到以丽莎 向哈薛发预言 完成上帝 交付以丽亚的任务 也逐渐走入 自己侍奉的尾声 第三第四段叙事 讲到犹大的两个恶王 约兰和亚哈谢 他们之所以被神厌恶 乃是因为 他们行以色列诸王 所行的恶 效法亚哈家的宗教策略 犹大国的信仰 之所以被玷污 乃是因为 约兰的王后 是亚哈的女儿 亚他利亚 亚他利亚 向极了母亲耶喜别 将异教崇拜 直入犹大国 从前两段的叙事 我们可以肯定 以丽莎的侍奉 不但升职民间 也对官方高层影响极大 不但影响本国 被本国君王百姓肯定 同时也扬名国外 成为外邦君王求助的对象 而且从他对哈薛的预言 就可以清楚知道 耶和华上帝 不只是以色列国的神 乃是列国的神 并掌管外邦君王的心地 由此可见 以色列的君王 与百姓所未执行的责任 使列国认识 耶和华是独一的神 都落在以利沙的身上了 至于犹大的两个恶王 约兰和雅哈谢 经文并未多用篇幅叙述 或许是因为乏善可陈 不过更可能是因为 上帝厌恶他们 连提都不想提 至于淫乱 并一切污秽或是贪婪 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 方和圣徒的体统 因此妄语和细笑的话 都不相宜 总要说感谢的话 因为你们确实地知道 无论是淫乱的 是污秽的 是有贪心的 在基督和神的国里 都是无分的 有贪心的 就与拜偶像的一样 因为他们暗中所行的 就是提起来也是可耻的 所以我们可以推测 按着神的圣洁性格 绝不想多提他们 亲爱的弟兄姐妹 有首诗歌说 希望我的名字 在上帝的口中是甘甜的 或许这也应该 常常成为我们的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 何等期待 对你而言 我的名字是个甘甜的名字 也恳求主帮助教会 承担起 使万国万民 认识上帝的责任 阿们 祷读神的话 启示录十五章三到四节 唱神仆人摩西的歌 和羔羊的歌说 主神全能者啊 你的作为大灾奇灾 万世之王啊 你的道徒 异灾成灾 主啊 谁敢不敬畏你 不将荣耀归于你的名呢 因为独有你是圣的 万民都要来 在你面前敬拜 因你公义的作为 已经显出来了 亲爱的天父 是的 你的作为大灾奇灾 万国之王啊 你的道徒 异灾成灾 你是我们唯一的父 你是配得荣耀的神 你是公义 圣洁 全能的主 你的作为何等伟大 你的道路充满公义 与真理 主啊 我圣喜悦注视你的荣美 观看你的作为 和弟兄姐妹们 和众教会一起聚集敬拜你 愿敬拜你的声音不停歇 愿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 充满遍地 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 愿万国万民都来敬拜你 认识你 歌颂你 归荣耀给你 谢谢主 垂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耶和华 你的话安定在天 直到永远 愿神祝福我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